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左右 身手是不到的 如果你站在床褥上面 一靠近一点就很容易出界 主要望对面楼景 旁边是香港大河地盘 经历地城的Kennedy 38 是新地火炮贝德峰和行地发展 研修单位近290尺 业主去年240多万买入 车价是29,000多元 一门口望通长营客饭厅 圆关位置尚算阔落 在左边发展商做了一个高新的柜 看到这个高新的柜 处物量都很足够 有别于一些楼盘 处筆空间可能不够 甚至摆鞋都可能摆量不够 甚至深度也不够 打开这个柜 下面有很多空格 这些层板可以自动调校 另外在这边我看到也有一些挂架 可以挂衣服或者挂傘 看看这个设计 还有一个中空的位置 都可以放一些鎖匙 开房式厨房阔大约6尺 工作台面充裕 望上天花游山下位 建议打开检查 现在的水势通常都收在天花顶 打开了这个山口 好像见不到水势附近 上来看看 最后找一下 而这些太久不扭 也会有机会挂浴 所以需要用水势的时候 最好找回管理处 开水标房 山水标房那只会更方便 全屋只有一个浴室 在厨房的对面 尖二十多尺 报告空间合理 单位属于一房 近客厅的背后 Kenny来到这个主人房的位置 在我们后面就有一个拖门 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厕所 就好像做了一个扮是吐刺的感觉 但其实做了这道门之后 房间摆衣柜的位置又不是很多 其实怎样做才是比较理想呢 我就这样看现在这个平面图 摆位的设计 可能有几种做法可以做的 第一就是可能 如果业主真的想做三边落床的话 他可能就要牺牲一些衣柜的空间 可能只剩下现在在你后面那一位 可以做到一个不太大的衣柜 但如果他选择两边落床都可以 就把窗窗那边 这里就可以再做一个L型的衣柜 就变成了储物量大了很多 另外如果业主再有多些衣服 都不够了 可以考虑一下这幅墙 这幅墙我看过也是一个非结构墙 拆了之后 它可以做一个箱面的柜 一边可能是衣柜 另外向客厅那边 就做一个电视柜 这个就更加可以利用到空间 除了客饭厅 房间也铺了这种灰钓的地砖 比较有特色 户主打算在主人房做地台 加大储物空间 不过要留意或者会有安全隐患 现在这个栏的位置 其实是要求你踏脚位 至最高这个位置 最少有1.1米 现在当然符合了法例要求 但当你做地台柜 是升高过了窗台石的话 那你那个高度就不够1.1米了 所以到时你就要 可能要加多一条篮 又或者装个窗花 你去符合法例要求 做完那个柜 不只是那个高度 可能你还有一张床褥 再床褥有点厚的 再高了 想象一下 加上床褥之后 那个高度 就比起窗台石高了很多 Canada 38 前身是两组旧楼项目 现在发展为一座新楼 供应341个单位 不辞车位 再来 再来 再来